媒体报道台铁基隆站大厅经常遭到大批街友占领 在座位上喝酒睡觉或直接在座位上撒尿 造成台铁管理上出现难题 台铁今年5月撤掉大厅座椅移到后车室 但是基隆立委谢国良在脸书上表达看法 认为台铁为了避免街友占用 就撤除座椅的做法治标不治本 要求立刻将车站大厅座椅改回来 同样的临近部落的火车停靠站也有类似的状况 也会出现火车站椅子等公共设施遭到破坏现象 但族人认为铁路局应该要严谨把关 而不是因为有人破坏或占用就拆掉座椅 剥夺了多数搭车民众的权益 火车停靠站的椅子如果都拆除 有妇人反映做法不亲民不方便 虽然台铁没有说全台所有火车停靠站都要拆除 但表示会加强巡逻 而基隆火车站经过立委谢国良 以及台铁协调之后 台铁火速增设有俯首的座椅 不过座椅增加俯首 现在只能坐不能躺 似乎受到台铁巧妙避开不让街友 有睡觉休息的空间 接下来说岛秀一来南澳采访报道